菲律宾马尼拉赌场越夜越开心 没想到5月12点左右枪声大作 菲律宾警方指出一名毒狼枪手企图洗劫赌场 闯进赌场盗窃筹码 除了开枪还放火焚烧赌桌引起场面恐慌 不过目击者声称当时的枪手人数有好几人 他们头戴面具身穿黑衣 传出连连枪声后百多人惊慌窜逃场面一片混乱 建筑物二楼传出连串枪声和爆炸声后 从外可见建筑物不断冒出滚滚浓烟场面骇人 我的天啊你们可以听到枪撞 我的天啊 我可以听到游戏世界吗 你们可以看到热闹 还有枪撞 人们在撞在一起 案件一共造成54人受伤 部分人因为吸入浓烟出现呼吸困难现象 一些人则不幸骨折送院治疗 同时一名商场保安在资保过程中 因为枪支走火不幸身亡 菲律宾警方紧急出面安抚民心 强调事件和恐袭没有关系 只是一场抢劫案 并指匪徒一开始直接闯进筹码储存房 过程中没有伤害人群 而枪手事后在酒店的510号房里 引火自焚身亡 马尼拉云顶事件事后在推特上推文指出 酒店管理层正和菲律宾警方密切合作 确保客人和雇员的安全 美国反恐信息监控组织随后指出 极端组织伊斯兰神全国已经宣布对袭击负责